马来西亚来22岁女歌手黄若曦6岁卖唱旧诗名母。 失学不后悔这是应该的22岁女歌手黄若曦从马来西亚来中国台湾发展,给人邻家女孩形象的她拥有甜美、乐天笑容,更有疗愈人心的温暖嗓音,她的童年却是苦过来的,母亲生下她后就失明,庞大医药费拖垮家中经济,扛家计的重则大任就降临她肩上。 黄若曦6会开始四处参加歌唱比赛赚奖金,最高曾拿过10万新台币,18岁到泰国铸唱,最好时一个月可赚6万多新台币,全都用在母亲医药费,但她也因此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问她遗不遗憾。 她摇摇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她仍想继续念书,透露的心中目标都完成,有计划回去进修。 黄若曦回忆母亲发病,露出严肃表情说,当时妈妈告诉我,她看到很多血一直流下来。 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边眼睛看得到,但自从试了全大马没几个人用过,失败率极高的一个手术后,几乎快要全忙。 妈妈失明后,出门买东西有时候还会被骗钱,十分辛苦。 爸爸三年前曾小中风,父母都需要旁人照顾,令他挂心不已。 他表示在泰国铸唱时,弟弟正直叛逆期,有时候会不满。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甚至跑出去玩,常让他很头痛,幸好家里状况逐渐稳定,他也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后他回大马发片,还跨足戏剧,主持,累积演艺经验和知名度。 黄若熙去年底来台发展,发行首张专辑获得,他心怀感激地说,在台湾发片是我的梦想,很感谢唱片公司给我这个礼物,就像是梦想成真。 放弃大马鸡攒起来的名戏,重新开始当今人,他庆幸圈内很多朋友,前辈很照顾他,对红不红这见则看得很开,我其实没有什么得失心,也没有一定要大红大紫,我只想唱歌给大家听。 贾静文过年玩小孩太嗨,宝妞静一夜白发贾静文趁农历春节假期带着三个宝贝女儿四处走春,他搞笑玩起特效相机,将自己及宝妞变成老婆婆,模样让网友直呼,老了还是美女。 贾静文23日与修杰凯带着女儿至儿童博物馆参观,对于年假将结束,他有敢表示该收心了,还在脸书透露,每天玩小孩很开心,陪伴在身旁超有幸福感,不忘向女儿挂保证会好好爱自己,保养自己,才能陪伴你们长久。 贾静文分享多张生活照,其中他抱着的妞丸特效相机,母女俩秒成老奶奶,脸上除了满是皱纹,头发更是白发苍苍,可爱模样。 逗乐许多粉丝为何不再演戏? 周星驰首度对外透露原因周星驰自从长江七号之后已有多年不再演戏,即便多次传闻指出他将付出再度自导自演,也证明仅是传闻,曾与他合作多次的编剧李斯珍,过去曾帮星也写了西游府妖片,美人鱼等电影。 他也有过疑问,而当他主动问星爷这个问题时,周星驰立刻反问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角色可以演呢?让他哑口无言。 周星驰曾与许多合作过的演员都闹出不愉快,李斯珍则为他说话,认为他比较慢熟,刚开始认识半年都是在聊工作, 不过半年后已有改变,他见到报纸发生什么,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下,李斯珍也称赞周星驰是个狂热的电影迷, 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投入做电影,下午2点叫你开会聊剧本,聊到8点,叫你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聊到。 11点,提到周星驰的天才,还笑说,连星爷这样的天才都如此勤奋,每日不眠不休魔剧本,我们这些凡人,怎么可以偷来呢? 周星驰韩女神李孝丽结婚后隐居生活 I U乐当女儿超羡慕韩国性感女神李孝丽,自2013年与音乐家丈夫李尚顺结婚后,一直隐居在冀州岛,婚后生活引人关注。 去年透过韩国JTBC的综艺节目《笑丽家民宿》终于揭开神秘面纱,节目请来I U李志恩到民宿担任公读生大受欢迎,日前该节目也公布第二季开拍,邀请润娥,朴宝剑担任公读生。 李孝丽首度公开婚后生活,第一个挑战就是获得丈夫的同意,她透露,直到开拍前夕,老公都还在挣扎当中,但两人万万没料到,李尚顺爱妻又温柔的形象,为她赢得国民丈夫的称号,就连男性工作人员都因此大受感动,惊觉大男人主义已经过时,是时候改变了。 原本个性害羞的李尚顺,也被老婆李孝丽爆料,在节目播出后,常常上网搜寻自己的名字,观看网友的评论,让她觉得十分有趣,两人甜蜜又朴实的婚姻生活,让前来应征公读生的I U好羡慕,李孝丽也自曝,看了节目才发现,我是这么的爱我老公,而且我们好肉麻窝。 不经意放闪的发言,再次令人感受到李氏夫妻的恩爱程度。 而目前正在拍摄TVN新剧《我的大叔的I U》,即使离开孝丽家民宿,依然和李氏夫妻情意不断,李孝丽和老公日前还以民宿名义送上咖啡因缘车,为I U加油打气,当女儿来疼,乐当更留言我们之恩。 电视剧《杀青之后》随时过来休息哦,为何不再演戏?周星驰首度对外透露原因周星驰自从长江七号之后已有多年不再演戏,即便多次传闻指出他将付出再度自导自演,也证明仅是传闻,曾与他合作多次的编剧李斯珍,过去曾帮兴也写了西游府妖片,《美人鱼》等电影,他也有过疑问。 而当他主动问星爷这个问题时,周星驰立刻反问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角色可以演呢?让他哑口无言。 周星驰曾与许多合作过的演员都闹出不愉快,李斯珍则为他说话,认为他比较慢熟,刚开始认识半年都是在聊工作,不过半年后已有改变,他见到报纸发生什么,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李斯珍也称赞周星驰是个狂热的电影迷,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投入做电影,下午2点叫你开会聊剧本,聊到8点,叫你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聊到。 11点,提到周星驰的天才,还笑说,连星爷这样的天才都如此勤奋,每日不眠不休魔剧本,我们这些凡人,怎么可以偷来呢? 周星驰韩女神李孝丽结婚后隐居生活 I U乐当女儿超羡慕韩国性感女神李孝丽,自2013年与音乐家丈夫李尚顺结婚后,一直隐居在冀州岛,婚后生活引人关注。 去年透过韩国JTBC的综艺节目《笑丽家民宿》终于揭开神秘面纱,节目请来I U李志恩到民宿担任公读生大受欢迎,日前该节目也公布第二季开拍,邀请润娥,朴宝剑担任公读生。 李孝丽首度公开婚后生活,第一个挑战就是获得丈夫的同意,她透露,直到开拍前夕,老公都还在挣扎当中,但两人万万没料到,李尚顺爱妻又温柔的形象,为她赢得国民丈夫的称号,就连男性工作人员都因此大受感动,惊觉大男人主义已经过时,是时候改变了。 原本个性害羞的李尚顺,也被老婆李孝丽爆料,在节目播出后,常常上网搜寻自己的名字,观看网友的评论,让她觉得十分有趣,两人甜蜜又朴实的婚姻生活,让前来应征公读生的I U好羡慕,李孝丽也自曝,看了节目才发现,我是这么的爱我老公,而且我们好肉麻窝。 不经意放闪的发言,再次令人感受到李氏夫妻的恩爱程度。 而目前正在拍摄TVN新剧《我的大叔的I U》,即使离开孝丽家民宿,依然和李氏夫妻情意不断,李孝丽和老公日前还以民宿名义送上咖啡因缘车,为I U加油打气,当女儿来疼,乐当更留言我们之恩,电视剧《杀青》之后随时过来休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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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